各位观众,这里就是重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大湾区我一直以来都介绍了很多很多的楼盘 香港人可能过去大湾区置业、投资或者收租都好 事从武汉开始,我发现很多观众很大的回响给我 我就说,沈博士,为什么你去其他城市,中国的其他城市 而那些城市未来发展很好,其实你都可以派一些楼盘 不要说买不买,起码都想知道当地的经济,房地产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你都知道在中国里面,每一个城市的房地产真的代表到它那个城市的发展 所以今次我来城都、重庆,我都想尽办法 甚至去到曼州,都想尽办法都尽量去采访一下楼盘 不是代表采访楼盘,是大家可能真的要去买 而起码是一个知识 在采访楼盘里面,大家绝对会知道城市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 这个知识,就算你来这里旅游,你找那些叫街,那些叫大街 都未必会跟你讲到那么深入 而在楼盘里面,他们一定会讲到你,比如旧区,新区,未来的发展 那些基建发展,是讲得非常详细和深入的 所以大家看我这些片的时候,你记住,你要有一个资讯性,学习性 一个很直接,他们讲的话是不可以假的 因为你知道楼盘现在输出的讯息,如果输出是假的 就真的会有很大的后果,所以其实是最前线的 我都希望我的频道以后,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去多些中国其他城市 我都会这样做,我都会拍多些楼盘 但是在拍摄楼盘当中,好像今次来到这个重庆,观音桥 我又发觉成都重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重庆和城东,我原来听他很多人都说 因为以前那些领导和书记转换过 那他这些新上任的领导,其实对房地产的楼价 其实是压得很厉害,压得很厉害 即是他们尽量控制楼价,不要升得太厉害 不要影响民生的生活 因为来到这些地方,已经是内地人的地方 不同的深圳,那么多外国人的地方,不同的广州 所以我反而发觉 原来来到这些城市 他们和我们大湾区分别很大 大湾区就会是旧区的楼价很贵 新区的楼价很便宜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就会 没有办法,我们的budget不够 或者我们嫌楼价格 我们可能会去到新区的地方买 就贪他便宜,想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旺起上来,我们就可以升值 或者我们可以以便宜的价钱 可以获得一个很舒服的居住 但是原来来到这些城市 因为政府控制楼价的原因 控制得很严 所以旺区和新区的价差不是差很远 即是等于我们香港人来大湾区买房 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 很严重的现象,我敢说 因为很喜欢买高层的 因为我们香港买房 每隔一层的价差差很远 但是来到大陆 他们的价差差很少 所以我们自然觉得很划算 所以很多时候买房 很多观众买20多楼,30多楼 越高越好的 去到顶楼都,香港人都会买的 因为价差差很少 而内地人觉得我们很奇怪 为什么香港人过来越高越好 他们内地人反而觉得我们很奇怪 喜欢买高层 因为心里面我们觉得 香港买高两层是贵很多 大家拿一张价单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 其实道理是一样 正常来说,在旧区到新区 应该价差差很远 但是因为政府控制楼价的原因 他把价差压缩了 所以到刚才这个盘 我真的有没有说错 有没有听错 而一个这么多人口的地方 一个新区 也有这么成熟 这么成功的新区 他说的公寓是 17000至18000 没有费房 我没有想到这么便宜 17000至18000 没有费房 我想现在在大湾区 很多地方都买到 因为价钱不是很贵 很多地方都买不到 很多地方都买不到 大城市很多地方都买不到 所以我是很猜疑的 因为这么便宜 我们刚才是在酒店走过来的 就是去播行街的 那漂亮的地段 一本没可能的事是这么便宜的 所以我又这么说 虽然大家看下 贪过瘾 但是你说不要说 要买股票而已 买股票我都不需要买在香港隔离 在香港旁边的公司的 那你买股票 你有投资价值就买的 那去到重庆这个这么漂亮 我完全不认识它 我可以拜给大家听 刚才我连拍都不认识 不认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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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才看到的片 是我摄影师 拿一部手机拍的 而拍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你不用拍 他们都很抗拒 我想很少人进来看楼 他拿一些机器拍 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我都尽量拍就拍 可能声音也都差 没办法 他根本就不认识它 已经算好了 录音也不认识它 所以其实 其实我不是打算来这里 推销楼盘 我想说 我没有准备 我不是推销楼盘 但我听完之后 一个这么漂亮的页目 17000-18000元 你买这些 当作一个投资 慢慢租出去 说无披妨都可以租出去 而是说三年五年的租约 我可以就这么说 这儿我觉得实租出去 就是昨晚我拍这么热闹的地方 实租出去 没可能租不出去 价钱 升值的机会也很高 万多元一平 市中心区 所以我觉得是很吸引 当然 我现在都是拿着你的联络 当然如果有观众下面反映 你是有兴趣的 我会叫A哥拓展部 就尽量联络回发展商 尽量去拿资料给大家 看个反应 如果大家只有看字 知道吸收了 学习了 就OK 就没问题了 我又不会花那么多人力物力 但如果大家看完之后 我都觉得真的可以 大家下面留言 如果多些观众 对这个款式有反应 有兴趣 我就会叫A哥拓展部总监 就会叫联络发展商 和大家拿下一些价钱 看什么户型 如果香港人买什么手续 记住他没有卖给香港人 没有卖的 那我们会调整一些 一些程序等等 这个世界很难说 所以我个人 可以做的就做 可能我拍了这个款 可能他很喜欢也不出奇 可能他很喜欢也不出奇 可能大家也当一个吸收知识 没所谓的 有时候这些东西 我不拍你就不知道 对不对 好 今天就很开心 起码能够拍到这个盘 给大家知道 重庆这里原来又有这样的盘 不知道楼价有这样的价钱 当然我接着会拍多一两个 比较一下 提加价钱是否这样 还有拍一些新区 看新区 那些价钱是否差得很远 好吗 OK 好东西就不怕多看一次 今次我认识了一帮 重庆的本地老友 可以看一看 好朋友 重庆好朋友 带我来 重新再看得清楚点 就不像今早这样 就偷偷摸摸 这个是以后的大坛吗 不过这个的话 是我们临时搭建出来的社会主心 这个时候要拆掉的 要拆掉的 这个到时候会出来 这个地方会保留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要拆掉 大门是开向这个方向 OK 这个方向很好 一出去走 好 可以 可以 好 谢谢 因为这个项目 我今早看完之后 觉得真的很棒 而且价钱我很惊讶 所以我拼命找一些本地好朋友 终于找好朋友 认识他们 安排到我 现在堂堂正拍给大家 所以不怕大家再看多一次 好东西再看多一次 好 大家看我的眼睛 爆了些微信管 不要紧要 早拍 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有另外的行程 明天就要离开重庆 所以今天夜些都来拍给大家看清楚点 OK 我来节目是二十年前来重庆 到时没有没有这个观音球 没有 你打造起来 对 好 这边大的话我要从这个大的区域给你讲 可以啊 可以啊 谢谢 这边的话大的一个区域来说的话 就是从大的定位我简单给你讲 OK 这个来说的话 现在呢 全国的话 中国按照大陆来说的话 它是有四大经济圈的 全中国 全中国 是有四大经济圈 对 然后的话 北面的话就是环渤海 就是金金义 北京天津这一圈为主 对头 长三角就是以上海 江浙一带为主 OK 这边的话 越港澳大湾区你就知道了 没错 然后最新的就是成鱼成群的经济圈 前阵的党开的党内会 已经确立明确 要把成都 重庆 一些政策相关要落实下去了 OK 这是中国的 共产党党党内会 看起来的 然后现在呢 重庆来说的话 这些位置的话 都是已经看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区域 主要是以这个为主 然后呢 现在呢 重庆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是全国的第五大中心城市 北京 天津 上海 广州 然后就是重庆 它很多来说的话 是有被国内的大陆政府 给予高度的一些定位 比如说 内陆的开放高地 西部一带一路 重要的连接点 它也是长江经济带 你看嘛 这是长江经济带 以及习总书记提出来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最新的一带一路 重要节点 它在重要这个节点上 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 它是通过陆路这些全部连接起来 对 将来的话正是因为有这些的存在 所以说将来整个重庆来说的话 会成为整个包括余新欧 沿江通路 西部路百姓通道一个连接点 物流啊 商贸啊 金融中心啊 全部要在重庆的汇聚 自贸区的设立 以及整个两江新区的设立 都是以此为依托的 然后包括018年的时候 这个制播会 永久落后在重庆 落后在重庆 以及现在在西部最好最大的 T3的国际航站楼 包括我们的余新欧铁路 然后整个货运枢纽 全部是依托了重庆来进行的 朝天门一些码头等等 寸滩保税港 这些都是以此为依据的 所以说整个将来重庆的话 就是争来整个中国最好 最有发展潜力的一座城市 而现在我们项目所在的 观潮商专来说的话 是位于两江新区的 两江新区呢 全国只有三个 上海浦东 天津滨海 国家级的开放新区 那包括了 比如说我们的江北区 北贝 与北区 这三个主要行政区域 而我们所在的江北区的话 又是这三个区里面 所有包括生产总值 各个金融机构数量 位居前列的最好的区域 那你的意思现在 从新区就是往北方走了 对 往北去走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 观潮商圈的话 它重庆是有五大商圈的 解放碑 南平 杨家平 以沙平吧 从这样图上可以看得出来 观潮商圈背靠的是重庆的过去 面向的是重庆最好的未来 现在就是整个 一路向北发展的一个北区 刚刚好在中间 对 中间 现在整个城市核心发展区 就在这个位置 而且的话 它现在的日均人流量的话 是可以达到八十万人次的 节假日的话 是达到上百万 每天 就是达到节假日的话 是达到上百万人次的 然后的话 也是西部 首挑国家 四一级旅游景区 商业步行街 全西部 只有观潮 这里有 这边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 有些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去看到的 这个的话 就是将来整个 包括说 商圈扩容 OK 我们的中心点 就是以我们相为中心的这个区域 以后叫扩大 对 扩大 然后的话 它就是整个的一个构中心 西部奢侈品的一个构中心为主的 那我想问一下 整个扩大以后 这个观音桥跟哪个解放碑 比解放碑要大 这个面积会大多少了 差不多的话 这个的话 应该如果是要仔细算的话 大概的话 大概的话 得有三个解放碑上去 哇 三倍哦 对 因为的话像北部区的话 它是以沙漠为主 哦 这边的话像西部的话 是以红四森林公园 因为重庆的山多嘛 以这个为主 那这边的话 南片区的话 主要是以北宾路为主 北宾路 它的话像KTV啊 酒吧啊 不夜城 一条街 冯庆区 这些为主 看江的嘛 然后这边东片区的话 主要是像以重庆的院子系列 城市的文化系列 文化产业园啊 庙石啊等等 这些有一些 城市特色的文化气息的 片区为主 那么就形成了一新 以这个为主 我请问一下 我去 我们先解放 最大问题它很多山 这里这个 观音桥是平地为主 对 平 大部分是平地啊 对 大部分是以平地为主 那个开发就好了 对 然后的话我们像这种商圈里面来说的话 资源也有啊 五星基酒店 四十吨一铃呢 两天价值金圆 以及福利凯越 然后的话大的百货公司呢 就是有这些新世界 远东等等 购物中心呢 包括北城天界大黄城啊 以及我们下面的话将来也会有 然后的话这边的话有两大城市公园 太阳古生态公园和家里公园 这作为商圈来说的话是非常难能可见的 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中心的话就是包括我们一些商业网点 差不多有八三多家 然后的话世界五百层的企业呢 差不多五十余家 然后外商投资企业是一百四十余家 基本上的话 在重庆的话 一些外资企业 还有世界五百层企业 要么解放杯 要么关桥 基本都会围绕这个地方来办公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整个我们这个商圈的一个大的交通了 OK 其实看大陆交通来说的话 你看重庆交通 它最主要的是一个东西巷的这个蓝色线是三号线 它是贯穿的江北原来是第二行站楼 那么贯穿到八南区域的渔洞方向 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 而马上要即将在我们商圈广场上出来的清规九号线呢 它是一个东西巷的走向 它是连接到我们整个从中央公园 新板块 经寸滩宝税港 江北嘴 关桥 然后的话经渔中往沙冰坝方向去走 沙冰坝 对沙冰坝方向去走 它是一条东西巷和南北线在这同时贯穿出来的 而这条线的话 在红旗河沟的话 离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的 就是一站地 红旗河沟站 它是连接着这个方向的 也是属于算是东西巷 但是说从那个方向西北方向 什么时候会开通 六号线已经开通了 六号线开通了 九号线的话明年年底开通 明年年底 OK 对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路上的一个交通系统 一会的话我们在那个下面 可以啊 沙盘上可以继续一个详解 详解 他们可以沙盘 好 看看沙盘 好 我们现在的话 是在我们的T2栋的三层的这个位置 刚才的话 你们应该是从这个方向上来的 大洋城这个方向 然后从这边上来的 我们整体项目呢 是有两栋T2T3 两栋三层塔楼 后面的一栋超高层的大平层 和下面一个月八安方的整体商业所去构成的 好 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作为整个商圈将来的一个门户的一个位置 那作为官朝商圈来说的话 其实庞大人流量是最为至关重要的 而当带来人流量的交通系统的配套 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身后这一侧呢 这个位置呢 就是整个官朝商圈最大的公交树母站 一个叫江北中央院站 一个叫官桥东华路站 而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到时候会和江北区政府 一起修建一个24小时的人行下船道 它的主要作用呢 是可以将整个这面的公交树母站的人流呢 通过我们地下商业 一直可以输送到布宁街上面 通过布宁街 对 通过我们地下商业呢 可以在我们广场的这个地方 是清轨九二线出站口的位置 可以进清轨九二线的换乘 那可以通过这面出来之后的话 在欢迎街上面这个位置的话 是清轨三号线 所以说的话 将来的三号线 九号线 以及官交枢纽的一个公交系统 那它可以同步的实行两个清轨 下单那边呢 就是个人家来的 又来个人家来的 对 它可以实行一个换乘 它可以实现一个整体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换乘 所以说来说的话 所以说这个整个的一个交通配套引流呢 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来说的话 在我们美东楼的下面 三号楼的这个位置 二号楼的这个位置 是两个车户的出入口呢 -3到-7层的时候 2500多个停车位 -3跟-10 -3到-7层 -7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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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都是停车场 对 那有多少个车位 2500多个车位 2500个车位 Oh my god 因为是这样子 在重庆这个地方的话 你完全不能按照咱们正常的行员 来理解它的-3到-7 很有可能我们的-3的话 要比别人的三四层楼还要高 这个在解放兵我们体验 对 你的顶楼是别人的一个 但是在我们旺的地区 有两千多个车位也不简单 对 应该算是最多了吧 对 因为的话 关销商圈在之前的时候呢 政府的规划来说的话 只是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小型商业 对 当时呢所有的大型商场 按照区域性来说的话 只准备了最多不到1000个 也1000个左右 然后的话 基本能满足附近的购物需求 但是没想到关销商圈 现在发展到整个 成就是最大的核心商圈 所以说现在基本上的话 在商圈里面停车是很难的 嗯 同样来说的话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 现在的车位是差不多整个 整个关销商圈量的 占据了百分之六七十的样子 打得出来了 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在广东啊 步行街我们不能开街进去的 因为哎 我相对 因为之前的话我在北京也是做房地产的 我有个香港的客户 他当时来说的话 我问他 我说你有在香港什么产业 他说就一个小房子 不大一百多尺 我说还可以啊 他跟我说 但是我有三四个停车厂 我说哦 那我懂了 每年收租不得了哦 对对对对 所以说停车厂来说的话 对于整个现在发展中 发展很好城市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同样来说的话 我们这两种塔楼的模式来说的话 是借鉴了现在整个来说的话 比较好的两个地方 一中一个是呢 东京的四五之光 还有一个呢 就是香港的楼外 OK 哎 因为再来说的话 他就是相当于是轻轨之上的一种商业 塔楼经济模式 那不同的商业模式 比如说 我可以开一些塔楼上面的一个 日料店 私家菜 然后的话美容 然后的话 比如说 哎包括我的 嗯 健身房啊 培训机构啊等等 多种业谈 我觉得这个你要做出去很容易啊 因为很多行业都可以 都喜欢在这里啊 对对对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现在我们项目也是整个重庆商业来说的话 业主还没有接房 然后的话 第一点是有大批的商户个人啊 包括公司也好 过来来求租的 对 然后第二点来说的话 现在我们有两家店 已经在我们这里已经开了业了 已经开店了 对 因为他们比较着急 因为的话老板也是买的 OK 先租到我们这里 因为这边来说的话 它将来就是一个流量当道的一个位置 流量当道的一个位置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商业如果不以客流量和转化率来看的话 那么纯粹就是耍流氓 所以说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流量有转化率也非常高 那通过什么呢 就是大陆非常流行的 大众点评啊 美团啊 等等啊 各种社交上的APP软件 微博等等啊 年轻人的消费 在80后90后00后 甚至现在的10后 对吧 所以说来说的话 商业的消费情绪是年轻人 更多的一些社交软件啊 铺天盖地而来 就像我们商业家网店一样 就告诉了我们 我们不需要印普通的那种地媒地推啊 指示广告啊 我们叫上楼 上楼 对 就是这种 就这种感觉 对 习惯和感觉 所以说像这种来说的话 在核心商业而来 也是最后的一个在线的新项目 它所有的商业配套来说的话 全部是按照当下最为流行的商业模式 进行整体配备的 那么就像刚才你们乘坐的电梯上来 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从底层 到现在离地140多米的高度 大概现在用时应该在35秒左右 那么将来呢 我们会用那种高速的实验品牌电梯 基本上是从0米 一直到顶层的话 只需要在30秒左右 而且呢 我们全层的话 是进行高低区分了区的 分区的 而且的话 我们的入口大堂 以及包括我们的一些停车场的 就是下面的停车库 入口大堂 全部是要按照五星期酒店的标准 五星期酒店标准 进行整体装修的 那包括我们出电梯时候的话 我们会有各个楼层呢 都有各种商家的指示牌 你会进来的时候呢 查找是非常方便的 同样呢 包括公共楼梯道那些呢 我们也会做精装修的一些设计和处理 所以说这些商业 平常来说的话 是整个现在关桥 也是最好的 以后的话也不会再出现了 因为商圈里面没有地了 就是最后一块的 我们开发了一个宝地 那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所在售的面积段呢 是界面51到67平米 51到67 哎 小面积哦 对 是小面积的 这个投资好啊 对啊 因为来说的话 它可以像是我们玩的那种乐高积木 是这样的 可以组合的 你可以全部打通 打通 对 因为原始的状态情况下 它就是一个空的 OK 我们只是拿砖枪给它合开而已 OK OK 现在这个来说的话 我们就是实景呈现的 它是两到三间房 给它打通出来以后的一个效果 后面的电影呢 你可以看一下的 OK 你可以看一下的 那它是公寓 还是住宅 它是属于商业 叫公中商铺 公中商铺 公中商铺 对 公中商铺 就属于公寓了 按比来说的话 公寓指它其中的 经营的业态其中之一 没问题 我们广东公寓很流行啊 我们都喜欢买来收租啊 租出去啊 对 因为在来说的话 因为我有不少的外地客户 也买到这里啊 就常来说的话 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位置 这个价格 可以啊 OK 没有问题啊 商业是可以投资的 对啊 因为的话 现在有很多人来说的话 可能内地现在的话 一些发展模式 和发展思维来说的话 可能还认为 先要有住宅 但他们不清楚是 中国大陆最确的就是地 所以说的话 住宅来说的话 可能量很大 但是好的商业 在核心区域的 非常的有 对啊 其实我反过来 我觉得这个核心区 那么多商业 肯定是商业啦 你反过来 要我住这里 我还觉得比较 对啊 比较烙一点 当年王府井上面的话 开发的工艺 也是李嘉诚开发的 二十万一瓶 很快就销售一股 因为那种商业 对于人有投资眼光来说的话 他不是看着一瓶多少多少的钱 而是看着那个地段的发展浅质 你觉得王府井那地段 是能猜吗 还是干不起来吗 是没有流量吗 是没有什么 看着比较远一些 都是一个道理 最重要大概多少钱 大概多少钱 先说好再走 大概的话再见面 一万八到两万左右 一万八到两万 一瓶 真的吗 真的 太便宜了吧 真的哦 没有装修 没有装修清水嘛 商业都是清水的 我看一下 太便宜了 听得懂吗 广东吗 太便宜了 我听说这里啊 因为我香港的买了投资收租 我听说我不用装修都可以租出去的 真的吗 是啊 大陆的和这边的话一样 这边的话是一个美妆店 现在已经有顾客了 已经在营业了 对已经在营业了 你可以进去看一下 看一下啊 可以 好 好 参观一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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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好 好 那边就在营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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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调给你这种 这也有开一个店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间是一个单位 这是一个单位 这是我们设计师的一个服装店 全部都是设计制的 参观一下 哇 网红店 都是量身定做吗 对 厉害厉害 好漂亮 这个落地玻璃 刚刚有人摔了衣服 没事 没事 他们是属于 香港网红 到时候可能会来 买东西 可以啊 可以啊 找一个香港组团 对啊 可以啊 我加个微信 先帮他推广一下 好啊 因为现在我们香港很喜欢到自己旅游 哦 好的 你加一个 可以啊 下面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可以啊 加上面这个 好 好 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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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美美美 好 自装品牌啊 对对对 也就是我的名字 很好啊 这个是我们的no go ok ok 我们的no go有两种形式 就是有一个比较圆的这种 ok 这个比较 比较常出现在我们的公司 嗯 这个主要是我们品牌 品牌推广的一个 那种 希望你们约再一搭啊 谢谢 好 有 观众 观众要想买 漂亮的衣服 到时候到这里 啊 谢谢 谢谢 他真的在营业中了 已经 哦 哦 这个隔了两层哦 对 哇这个就像我们广东那些公寓 複式 买一层一层 隔了这些 隔了这些隔 对隔了这些隔 这个隔多高 4米2 就是跟刚刚一样的 对 问题你没有隔出来而已啊 对 ok 可以啊 隔两层也可以啊 其实有些比如说 他可以做民宿啊 还是你常常 直接做生意 买一个过来自己 好像我以前无难 买一个自己来住也可以 很漂亮 像这种来说的话 两两层都不重要 是看商家 就像刚才你问我跟我讲 是一样的 商家会根据他们整体需求 因为的话 你隔两层出来的话 假如说你可以做成这种民宿风格的 但是商家隔壁的话 不需要的 需要这种的话 所以你们就不装修 是对的 以商家的话为主 将来换句话说 人家需要一个单位 两个单位 甚至十几个单位的话 你突然中间隔一家 你给人装修了 你说是把你家跳过去 还是把你装修拆了呀 但 所以说 打断你了 没有问题 如果香港过来 真的我想自己买一套 和自己做生意呢 我们香港过来做生意 拿什么商业单机等等 难不难 不难 很容易 很容易的 非常开发心 买一套自己开公司都好 又可以正值 买吗 要不用给租金 其实在我们这买房很简单 只需要到我们这边的公安区 请一个单位 登记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端库的端库 这么67的 哦 这边的话 现在我们这边 这个是 这个的话 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马上有下一家要进来了 因为的话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卖 但是临时租 有很多商家想租到我们这 然后的话 我们实在是 没有一些装 以前这种装的一个小样门间 民宿的 然后的话 我们就临时把它拆了 好漂亮哦 它是这种的话 端库的这种落地峨嶺 那边对面的话 就是余众的峨嶺 嗯 有着百年历史以上的峨嶺 工丸就在那 是啊 真的 只是说现在我们玻璃有点脏 远处 那个就是峨嶺工业 很远的那边 对 对面的话 往那边去看的就是WFC啊 包括我们的朝天门来福市啊 余众半岛 OK 那是我们的三号楼 好 如果结局 租金能收到多少 就先大概 大概的话 八十差不多是按照这面 八十到一百左右 八十到一百 一瓶 对 很不错 要你才一万多而已啊 对 如果我做民宿 能做出去一个晚上多少钱 大概 民宿的话 我要给你分下类 民宿的话 看你的装修标准 看你头多少 假如装修只是一个机装 花了几万块钱机装 可能一晚上 一百多二百多 二百多 如果说你做的装修好点 三百多四百多 到夕日翻倍 五六百七八百 那种网红民宿 对 能打卡的那种很好的那种的话 差不多到晚上的话 没事 没事 然后的话差不多就是能翻到七八百一千左右 OK 可以啊 买个单位做民宿 可以啊 OK好 谢谢 哎 有这边 哈哈哈哈 强势拍新一点 详细一点 详细一点 很好啊 还有什么补充呢 这边的话 基本上的话 我想一想 你看您这边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 反正我们现在能 可以买 但是不能贷款 不能贷款 可以买不能贷款 那么此时这个我觉得买来 投资 收租 还是自己经验 非常好的 OK 那差不多了 今天真的很开心 谢谢您 很详细介绍 OK 游泽会不会再传人 再先 他他他他 好 我先传大家周福 拜拜 因为下午来的时候 就不认识人 很简单拍 我相信摄影师 就会剪辑一下 如果太收音太差 那些 我们都会加插下去 所以大家不要去计较 前后次序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要用尽办法 再来看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 真是很难得的一个项目 不要紧要的 历史见证的 就是等于20年前都没有这里 那我今天介绍了这里 大家可以在10年后 20年后 这个建筑物 那个经营得好不好 或者会变成 或者甚至 甚至楼价是升了多少 到时大家都可以一起来 去见证一下 但是如果你说投资价值 那我都想给博士评分 就是如果 当然 现在他们 因为很少做香港人 那如果大家要买 我们现在公司 已经跟他们 现在跟他们在谈 那些合约店的记簽 等等的手组 现在跟他们协调 不过不单止 现在我们现在有珠海 珠海 如果有些我们内地的观众 对这个盘有兴趣 因为可能在广东区 都不知道原来来到重庆 有这么难得有个买到个 大家如果现在在广东大湾区 大家都知道 在这些这样的暴行街 这么漂亮的建筑物里面的公寓 或者等等 是买多少钱便宜 大家心里有数 大家都知道 在说一万八元一平 在正中到正中的位置 待会我会下个步行街 拍个镜头 大家就知道 座位有多漂亮 那我就觉得 买来作为一个投资 租出去 或者当民宿 全部都可以 反正当买股票 我是非常推介这个项目 那么多人呢 如果大家是内地的观众 如果要买在这里 就很简单 没有什么手组要做 因为都是想 我们V加会带你上来 考测 看楼买楼 但是如果大家是香港观众 你可以打电话去V加 我会尽快把 如果香港人想买这里的手组流程 是怎样办呢 我都会帮助大家 好吗 今天来到大开眼 好吗 非常开心 能够介绍到 因为大家 刚才他介绍是很详细 了解到 整个重庆未来的发展是怎样 大家心里都有数 知道我的频道 在我的频道里面 会知道了很多 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怎样 多漂亮 大家 这个重庆时代中心 你看看多宏伟 这里 这里是他的地盘 这里就是他的楼 这里是他的楼 大家看 哇 全这个观音桥最多人的 好吃 美食街 和步行街 就在里面 所有大商场都在里面 你说这个给你理不理 我真的是很猜疑 OK 所以大家详细再看 问V加拿去 详细之外 譬如那些户型图 价钱等等 再详细点 大家再详细点 大家问V加拿去 OK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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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